猫演电影的各位朋友你们好 我是李一峰 想演一孕妇 我也演不了 就是被形象和性别所拖累 首先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推理啊 有点悬疑惊悚 然后你想他又是一个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对一个男生男演员来说 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角色 氛围非常的刺激 里面的一些道具啊 什么都做得非常的逼真 拍摄当中也有一点点觉得恐怖 就是我们在晚上会在一个废弃的医院里面拍 就是那个环境已经 就是让我觉得挺有感觉的 这个电影里面很多的动作 是由廖凡所饰演的台伟 对 他他他他在做 对我就可能就是 跑步啊 跑啊 然后分析这种 首先还是让自己安静下来吧 就是心心得进 然后 去进入 方木的心理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吧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有没有遗憾 我得看完这个成片以后我才知道 在我看来这都不是丑 对 我觉得这没有丑的角色 在电影里边每一个角色都是有他的灵魂 都是有他的生命力的 他都既然存在这个角色 他都是有有意义的 角色分为正面或者反面 可以分为男女 但是我觉得没有没有正与美与丑之分 就是看怎么协调吧 你还是得把 把 该完成的工作先完成了 我觉得还好 不是特别的吗 这个 踢球 比较难 因为踢足球的话得好多人啊 就打球还可以 就是要有好玩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会发 还有一些 比如说你想发布会啊 得宣传啊 这样就会发微博 对 他们说进入30岁过后 你会觉得时间会过得更快 可能等我40岁的时候 我可以回答说30岁到40岁这10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未来10年说不准 这个还是得尊崇人类的发展史 就是该该怎么着 缘分到了就顺其自然 对